现在呢我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做一个咸菜 这个呢是日本市场上都有卖的 这种就是专门腌咸菜用的 里面主要是糖和那个 那叫昆布粉 还有一些个就是其他别的味精可能是含有的 再加一些其他别的调味料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用它来做速成的这个咸菜就很方便 但它这个呢现在就是做的只有有一点咸 每一次的时候呢就是不用放太多就可以了 这是一点白菜 厚的东西呢放在底下 厚的东西呢放在底下 胡萝卜 简单的切件 胡萝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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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汁 胡萝卜 放入一个青椒 然后把这个倒进去就这么简单 夏天吃起来还是挺爽口的 这个黄瓜很容易就腌透 所以说就是不用腌的太长时间 把它们放在最上面 放到这么多就可以了 放到冰箱里 等一下水就会上来 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吃 这是已经泡了八个小时的蔬菜 味道都已经进去了 下里面浸泡来 已经进去 在这个下里面浸泡 这帮先给大家看 这个下里面浸泡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